4月8日,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,伊朗采取报复行动,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列为恐怖组织,称美国是恐怖主义的赞助国。 原因就在于4月8日当天,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助,列为外国恐怖组织。 特朗普认为,伊斯兰革命卫队,因为2003年到2011年间,608名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军负责。 这一时无前例的举动,将加剧中东紧张局势。 伊朗政府已表示,美国的决定是严重错误,将危害美国在该区的利益。 到目前为止,美国官员从未认为法律允许他们将政府实体视为恐怖组织。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组织打破限制的决定,引发了一个问题。 其他使用暴力的政府情报机构,包括以色列、巴基斯坦和俄罗斯,现在是否也符合这一标准? 如果是这样,美国官员是否应该拒绝向与这些机构合作的人发放签证?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,这一仓促地宣告意味着这些政策细节,还没有制定出来。 国务院前高阶官员温迪舍曼表示,奥巴马政府曾考虑将伊朗革命位住,列为外国恐怖组织,但最终决定不这么做。 因为考虑到美国人面临的风险,以及该组织已经受到其他制裁的事实,这样做不会带来实际的回报。 他说,把外国军队定性为恐怖组织,是在把我们的军队置于危险之中,特别是我们在伊拉克的军队,就在伊朗的隔壁。 他认为把伊朗定性为全面恐怖主义是不明智的,对改变伊朗的行为,几乎没有什么作用。 然而,更糟糕的是,这有可能使我们更接近军事对抗,而更令人担心的是, 这将进一步巩固伊朗的军事精英,让他们几乎没有改变自己行为的选择,让伊朗内部将更加团结。 要知道,所有伊朗男性,都必须在伊朗服兵役,只有少数例外,特朗普的决定,将使成千上万的伊朗人,突然成为恐怖主义嫌疑人。 不管他们喜不喜欢,这个国家最优秀,最聪明的人,最终都进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。 仅仅因为成千上万的伊朗男子,履行了公民身份的要求,就把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。 这有什么好处? 不过,美国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,本有紧张的关系,很可能不会有什么改变。 他们经常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冲突。 现在的主要区别在于,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,比如打击伊斯兰国,任何协调都将变得更加复杂。 伊朗很可能在反恐问题上报复美国。